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的台北股市啊 整个大沙盘 而且怎么样各位看一下 高低点好可怕 老师这个高低点啊 既然高达了681点啊 今天台北股市再创历史天亮 今天台北股市的盘中振幅 高达了681点啊 我相信很多新同学没有看过 那目的在干嘛 大量的洗盘甩轿 然后做一个涨多的回档修正 目的就是要资金做转移 还有呢杀融资 各位这段时间你都看到一件事情 哇老师每天当冲比好高 对不对 每天融资在增加 昨天大跌300多点稍微减了四十几亿 那么今天融资应该也是大减啊 那为什么融资要大减 筹码才会安定啊 很简单的道理啊 因为啊 都是融资买进的跟当冲买进的 筹码是很乱 来我算给你看 来各位 还记得4月14号这一天吗 这一根下引线 这一天也是大洗盘 然后留了长的下引线 各位来看这里会更清楚 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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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6559 有没有 高点是16935 各位看到没 哇老师对 这个政府也很大 300多点 300多点 好 370几点 然后呢 我算给你看 那一天的融资是2407亿 结果呢 开始涨 涨到17709点 涨了多少 涨了1150点 融资增加了多少 大盘涨6.94% 融资增加333亿 融资增加13.8% 所以各位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哇 融资增加的幅度 是大盘涨幅的一倍 涨幅的一倍 所以这三天来做个大洗盘甩轿 有没有 到今天低点 回到16647 好事啊 三天跌掉了1062点 这段时间涨了1150点 可是融资增加的幅度 大于大盘涨幅的一倍 所以这三天跌掉了1062点 正常 可是急跌的背后 就会急谈 关键还是在选股 那你一定要看得出来 什么股票 该卖股票 就是要卖股票 比如说各位 如果你有看上回节目 这一天 这一天 4月26号这一天 跳空网上 爆出51万张 你看上回东森 57股市同学会 运通财经台都一样 我都告诉你一件事 那个联电 创了20年来新高 利多一堆 那个缺口叫做捷径缺口 叫做多头的捷径缺口 所以它是个即将反转的讯号 隔天 隔天再收一根黑K 我说以K线理论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当日反转的信号 结果请问各位 是不是就反转下来了 就反转下来了 然后今天 今天 它变成称盘的重点 为什么 因为杀到季线 杀到季线 所以怎么样 来各位 昨天我就跟你预告了 回到季线附近 你就可以滴接 你这里懂得卖 这里可以滴接 你有没有发觉到 做股票就这么简单 你避开了这三天 跌掉了1062点 对不对 好 再来了 这段时间 跌最惨的是什么 老师 这三天跌最惨的叫做 友达 群创 采金 今天采金还跌停 请问各位 这三天跌到几% 从30.7跌到23.6 这样跌掉了7块 跌幅20几% 你若买融资的 快要断头了 被追缴了 这就是洗愁嘛 这就是洗愁嘛 那上回有没有提醒你 有没有在这一天提醒你 各位 在这一天就要提醒你 来各位看一下 在这一天我就提醒你了 上回就提醒你了 这一天叫做4月29号 他在创新高 我告诉你 KD指标背离了 背离叫反转的讯号 这一根K线 创新高 收黑 已经告诉你 当日反转的讯号快成立了 然后呢 我还告诉你 有达 KD 有没有 123 三度背离 89 87 85 创新高 三度背离 所以各位 当时是什么 哇老师 当时公布有达 赚1.25 好到不得了 第一季季报赚1.25 全市场在歌功颂德 上回又告诉你 不要追了 不要再去追面板了 有达群状采经都不要追 请问各位 上回有没有帮你 那如果你有掌握同步讯息 你绝对不会去买 你就避开什么 各位 你就避开这三天 这三天跌掉20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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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100万你就避开了20几万 连电也一样 这个捷径缺口你看得懂 你就避开这一段了 从627杀到51啊 你这个地方你不会去买 可是来到51你可以买了 短线 因为它短线还会再反弹 来测这个缺口 这是短线 这就是上回告诉你的 你如果懂技术分析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这样做股票 会买会卖 而不是看到利多去追高 也不是看到恐慌去杀低 今天大盘高低点680点 很多好股票也是被错杀 可是很多股票 是让你大减便宜货的 同样的道理在上个礼拜 4月底我就跟各位预告了 我说你不要再去追 友达群壮彩晶了 你如果真的要买 各位面板报价是涨定的 没有错 你要买什么 你可以买电视代工品牌的瑞宣 有没有 各位在4月29号 我在告诉你这些的时候 我就在跟你预告了 结果各位你看 看清楚哦 我当时告诉你 它就是这样突破长期下降压力线 结果昨天公布季报了 第一季EPS6块 你说老师啊 那个是处分它的 video的获利 业外业外赚63亿 第一季EPS赚6块 好各位本业呢 第一季营收年增率51% 最重要在这里嘛 突破长期下降压力线 它已经变成第一季 其又低本益比啦 所以你看到今天怎么 老师 哇今天的它爆量 拉涨停 本益比剩2.69倍 哇老师对耶 可是上个礼拜 谁跟你预告 老师 他今天有这样杀到盘下 很刺激耶 那我做什么动作 来注意看 注意看 我说为什么中股票 拉回来就是早点买 先看讯息 会员做见证来 9.09分 2489的瑞宣 季报大赚6块 就算涨停也不用卖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 在昨天以前就买好了 在昨天以前就买好了 昨天不是大跌吗 你昨天以前就买好了 怕什么 今天开盘开这么高 快要涨停了 快要涨停了 我说就算涨停你也不用卖 后来你会说老师 因为大盘开高 他也开高嘛 公布季报 然后开始杀盘 他也开始杀盘 好注意看 注意看 就是正在杀盘的时候 正在杀盘的时候 正在杀盘的时候 我也没有买到今天最低点 没有 来各位 全市场敢让你对时对价对抠讯 来 2489六月宣 把握拉回请市价买进 哇老师你又加码 今天680点 你不怕 买在这里 19.2 19.2 结果呢 老师又跌到18.3 我不怕 为什么 因为长线告诉我 他会涨 再看一次 这就是为什么 上尾要从这个地方先教你 来各位你看 我为什么要从月线来告诉你 突破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各位 突破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低基期低本益比 MACD注册底开始交叉往上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5月份他要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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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利用今天恐慌 杀盘的时候干嘛 又可以低接 各位 如果你今天接到18.3 我恭喜你 我没有这么厉害 我让你对时对价 我接到19.2 可是碰 涨停 大盘跌288点 他涨停了 各位 才刚开始而已 老师 哇你还真的 有达群状采经提醒我们要卖4月29号 然后你说要注意的是2489瑞宣 不好意思 有达群状采经连跌三天 跌掉20几% 今天瑞宣涨停 包括今天在这里加码的 又换一支停板 重点是什么 他5月份才刚开始 他5月份才刚开始 好再来 老师 被动元件 在4月底上回跟你预告什么 我说5月份你要注意被动元件 我知道 今年啊 今年啊 1月到4月份 被动元件都没涨 可是我说他在等什么 等季报公布 当季报公布的时候 你去找那个好的 他就会动了 有没有 我当时跟你预告什么 来 我当时跟你说 和生堂 跟台庆科会去做比较 为什么 很简单啊 老师 台庆科去年赚8.07 和生堂赚8.31 谁赚比较多 他 再来 昨天和生堂公布季报了 赚3.45 这是这实际的新高 所以呢 你会发觉老师 今天大盘680点大洗刷 你的瑞宣涨停 你提醒我们要卖的 友达群壮彩晶 避开三天狂跌20几% 联电接近缺口 你也是市场第一个告诉我们 没错吧 然后现在的联电 今天的联电就可以低接了 高点会卖低点要会买 好 同样的道理 你说老师 台庆科今天涨8% 现在158 和生堂今天涨6% 136 136 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和生堂第一季就赚3.45 一年有四季 他今年要赚一个股本 那也太容易了吧 是吧 所以呢 他会开始去追 开始去追台庆科 就这么简单 好 再来 看现行 这叫和生堂 哇 老师好漂亮 头肩底做出来了 KD在50交叉往上 这叫强势多头 这叫头肩底 对不对 这个叫MACD 柱状底开始增加 往上 往上 所以呢 形态有了 低基齐低本一笔也有了 然后你看老师 今天的他短线是再创新高 大盘是这样杀 大盘三天杀掉了1062点 昨天的和生堂 一根大长黑 好漂亮的洗盘甩叫 今天马上拉上去再创新高 好 看证据 这是今天的扣讯 5月4号 一样 会员队扣讯 3026和生堂放量强攻 再创波段新高 持股报道继续赚 一切才刚刚开始 什么意思 老师 不是今天买的 所以今天和生堂大涨的时候 我在干嘛 我告诉会员 再创波段新高 持股报道继续赚 老师啊 大盘在崩跌呢 680点大洗盘 那昨天在干嘛 昨天这一根在干嘛 昨天这一根 看清楚哦 昨天这一根 5月3号 礼拜一昨天 3026和生堂把握拉回 请市价买进建立基本多单 天啊老师 昨天大盘跌300多点耶 你还真的感谢重挫 大姐赔一货 而且要买对股票啊 否则今天680点大洗盘啊 昨天加今天就1000点了耶 昨天加今天啊 就1000点了耶 来 来 对时对价 10点18分 昨天在干嘛 10点28分 129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大盘大洗刷680点 我反而告诉会员 再创波段新高 报道继续赚 一切才刚刚开始 收盘136.5 带量上工耶 老师啊 今天一堆股票带量下杀 你的瑞宣带量涨停板 和生堂带量涨6%多 瑞宣带量涨停板 而且急杀的时候又买 如假包换啊 来来来来看这里 这就上回告诉你的 4月底一直给你接 电子狂飙三剑克来 看一次 是不是这三档 是不是这三档 各位是不是这三档 没错 来看证据 和生堂 3026和生堂 今天上回不用卖关子了 直接公开 经过大盘这样681点的大洗盘 你就可以凸显悬股的重要性 没有不能做的行情 只有不会做的人 那怎么办 老师还有没有 有啊 各位 和生堂你不用追了 我已经公开了 还有这两档啊 还有这两档啊 这两档都比和生堂便宜 不要再错过了 你不要等我分开 翻开公布答案 你垂胸顿足了 今天瑞宣涨停板 你又错过了 你又错过了 尤其是盘中同步讯息 你会买在这里 这就上回讲了 掌握同步讯息 你就可以领先三大法人 股票输赢的关键在盘中四个半小时啊 不是盘后解盘分析啊 上回是跟你讲实战操作绩效啊 所以我让你对时对价对抠讯 怎么买 买给你看 什么时间点买给你看 各位 今天瑞宣急杀的时候我在买 结果胖涨停 昨天和生堂急杀的时候我在买 结果今天大涨6%多 他未来要去追台庆科 对不对 那最重要是什么 老师今天大盘680点大洗刷呢 好漂亮啊 上回选股很用心吧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 接下来换这两档 你赶快把握 我说过了 五月份 最温馨的月份 因为有个母亲节 向全天下的母亲来致敬 感恩大回馈 特别二分之一 请你赶快把握 还有两档 还有两档 希望你赶快把握 跟着我们赢在起标点 利用中场休息时间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面付费专线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上回节目的 这里有QR Code 赶快扫描 我相信最近好多人 在Lite问上回 连电可不可以买啦 有达彩晶群众还能买吗 我相信各位 我都给你很满意的答案 而且是肯定明确的答案 对不对 为什么 老师 这一天你就告诉我们 而且在东升五七股市同学会 在运通财经台通通公告 这个叫做捷径缺口 隔天你又公告这个叫 当日反转的讯号 所以你避开这段击杀 昨天更预告 来到季线附近 你就能接啦 也就是说你在62块以上 你会站在卖方 今天来到51块到52块之间 你会站在买方 各位这叫做价差 你会懂得高出低进 那更可爱的是什么 老师啊 友达群创 在4月29号 看到的都是利多 什么利多 友达公布季报 第一季赚1.25 好到不行 对不对 结果上回告诉你什么 小心啊 已经KD指标在背离了 你说老师 你真的有讲吗 还要再看一次吗 你还要再看一次吗 来来来来 再看一次 我当时怎么告诉你啊 我说啊 群创已经KD背离很明显 然后友达 公布季报赚1.25 创新高收黑K 我说注意看 注意看注意看 K值已经连续三度背离了 89.83 87.97 85.71 小心啊 不要乱追 不是跌下来跟你码后炮啊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老师啊 你讲完之后 棒棒棒 群创也是啊 棒棒棒 你全部懂得避开啊 你不会看到利多跳下去追啊 所以我说新朋友 你还没有加入Lite赶快加入 我说过了 很多人问的股票 我会在节目上直接跟你回答 很多人问说老师 连练下急杀下来可以买了吗 昨天也有人问我 我说很简单啊 来到季线不破 买啊 然后今天刚好来个大沙盘 681点 他还灌破季线 又站回季线 强短可以 这只是短线哦 再讲一次哦 这只是短线哦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看清楚 这个低点叫567 你接下来看一下 567能不能封闭哦 如果不能封闭 你强短的小赚要跑哦 好反过来 老师那友达群创彩金 现在能接吗 他现在你要强短 没有利润 没有空间 懂吧 没有空间 不是他不好 他会休息整理一段时间 以盘待跌也好 或是载幅区间震荡也好 没吧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就跟你提醒了 你要买来啊 跟面板有关的 你就买它啊 没错吧 对老师 你那时候讲我们还不相信 然后你再看证据 记报公布出来了 就算涨停 你也不要给我卖 才刚开始 然后呢 老师刚好今天大击杀 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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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让你大减便宜货 买完之后 又涨停 这不是很快乐吗 更好的是什么 当大家在催 钢铁股 船长股 航运股 我都告诉各位 我没请你们这么好等 我还是觉得怎么样 要买的安心 抱得开心 卖的时候笑嘻嘻 我要你注意啊 五月份要注意被动元件 我说当它公布记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会动了 果然 昨天 何生堂公布记报 赚3.45% 而且我也提早跟你预告 他会跟台庆科做比价 他会跟台庆科做比价 所以你说老师 台庆科很赞耶 今天涨很多 他挂牌之后先下来了 今天158% 何生堂今天带量冲关过短线高 今天138%最高 还没走完 还没走完 上回都是直接告诉你的 好不好 直接泄露天机 然后刚才会公布答案了 有没有 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电子狂飙三件课 其中有一档就叫做何生堂 Bingo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那各位还有两档耶 还有两档股价比何生堂低的 什么意思 就是股价低于100块的 你赶快跟上 透过母亲节最特别的感恩大回馈 特别二分之一 向全天下的母亲来致敬 感恩大回馈 希望你赶快把握赢债起标点 各位 这些股票都是低于100块的 即将狂飙的好股票 请你赶快把握特别二分之一的专案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时间再会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